香港的街上人气回温 餐厅商店排队人潮在线 仿佛新冠病毒已经不见 香港人闷坏了 等不及4月21号放宽线据令 专家示警这样很危险 从单日新增破3万 大幅降到8000上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呼吁要忍耐 疫情数字才会持续下探 严格的封锁能堵住病毒 但物流快递也被卡住 中国大陆电商物流大乱 不是到货延误超过半个月 就是包裹不见 业者进出货难还得面临平台处罚 成本大增 疫情影响以来 我们订单就是真的是直线下降 就是可能是腰斩的 追求动态清零 疫情数字漂亮的另一面 是各行各业付出的社会代价 TBS全英文科盛雄 综合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